比较重症的孩子 师父好 感恩大慈大为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请师父为我女儿看一下 13年属蛇的 好 不要讲 不要讲了 好 脑子出毛病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低智商啊 脑啊 脑子出大毛病了 有两个灵性在他身上 你调过孩子一个 还有一个老妈妈 还有个老妈妈 我讲话对不对了 对 师父 那我们现在师父还有 家里有杀业 家里有杀业 杀业听不懂啊 是哪一辈的呢 还是 比方说 你们家族里边开过饭店 比方说有人钓过鱼 比方说家里经常吃活的海鲜 这一类全部都算杀业 明白吗 明白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呢 师父 你要记住了 你们什么都不懂 所以以后要好好念经的 因为刚开始嘛 你现在要好好念经 这个小的 你打胎的那个孩子啊 在他身上已经很多时间了 不肯走 明白了吗 经常让他晚上看他 所以这孩子每天晚上会很难过 对 他每天晚上都哭闹的 没有办法 你要是跟父亲 跟他父亲两个人听台长的话 看看这种毛病 台长不知道救了这种人多少 小菜一碟 是的 师父 我跟先生都带着 求师父救救我的女儿 但是你要记住 第二个是个老太太 比较更麻烦 老太太在他的脑子上 让他脑子根本不是 现在正常的年龄的脑子 对 而且他也讲话都不能讲 只会压压乱叫 对 他现在就是不会说话 三岁多年 我早就跟你说了 我度人快不快 我一度人 接下来他从来不知道拜佛的 马上叫他直接念经了 不是拜相信不相信 马上念经 念不念啊 念 好了 就这么度人了 放声不放声啊 放声一定了 就这么度人了呀 我又不是真的要看图腾了 如果大家能这么觉悟的话 我也用不着看图腾了 我就讲讲了就好了 问题很多人不相信啊 没办法 对不对啊 对 师父 你自己好好的努力 你这个孩子呢 跟你说啊 你们两个啊 不要太精 我讲话你们要听 太精了 所以我跟你说 一定要大方 一定要心胸要宽大 而且呢 要对孩子呢 这个经文呢 可能要念 七百八十张小房子 七百八十张小房子 我们一定好好念 放声大概要两万条鱼 两万条好的 好吗 好 而且呢还要替他许愿 这个孩子好了之后呢 怎么样怎么样 实际上这个孩子 这个两个灵性啊 在里边老打架 老打架之后呢 还让他抽筋 对啊 这孩子就是狂闹不止 我们都没有办法 现在知道楼台长厉害了 我跟你说了 要救人呢 就是要有能力的 所以你好好的 把他两个超度走 他们走了之后 孩子才会恢复正常 这种病没办法看的 因为灵性病怎么看的 如果是肉体病 可以到医院去看 灵性病 你跟医生说 医生啊 我想不通 你给我打医生吧 医生啊 我跟我老公吵架了 你给我开个刀吧 开哪里啊 只有好好念经 明白了吗 一定好好念 你们两个要好好地念 孩子是你们的讨债鬼 因为他要讨掉你很多钱 如果你不找到心灵法门呢 你会花更多的钱 你已经为他花掉很多钱了 是 从他出生 因为六个月 他是六个月的早产儿 所以说在医院里 就三个月 台长告诉你 你记住了 小产也好 大产也好 都是来讨债的 他会要掉你们很多的钱 你学的心灵法门 好好念经 不但孩子会好 你还省钱哦 谢谢师傅 明白 还有 你们两个要发愿 我觉得你们两个 至少当中有一个要发愿 要终生吃素 好的 我吃素 师傅 我一定听你的 吃全素啊 好 好吧 我一定努力 不杀生 要不杀生 这个愿 许愿 我早就许过 孩子好了 我一定 要现身说法 一定好好的 这孩子现在几岁啊 现在三岁零几个月 三岁零三个月 好好念 她现在身 她的脸啊 脸像啊 像那个外婆 像外婆 就是像一个老年纪的一个女的 这个女的呢 走的时候 这个脸像就是这么 非常吓人 眼睛爆出来走掉的 是我先生的妈妈吗 眼睛真的有点突出的 鼻子也蛮高 头发往后竖的 两冰白的 眼睛其实是小小的双眼皮 但是看上去的像单眼皮 你以为你先生像不像 因为他妈妈已经过世好多年了 二十岁的时候 我先生二十岁的时候就走了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 要么是我的外婆吗 我看一下你先生的妈妈 是我先生的妈妈是吧 你问问先生看 妈妈走的时候 是不是生那种疾病 肺癌 痛了 痛得不得了 所以上你生 上孩子的生 就是要在 因为你本身就是 跟你妈妈关系就比较特别 听得懂吗 所以你先生一定要好好的改毛病 他不够孝顺 谢谢师傅 我可以 你不相信我可以叫他来找你 你老实一点 我就叫他算了 饶过你 好不好啊 干师傅 好吧 好好把孩子看好 就要我女儿好 就要女儿好 好吧 以后慢慢的呢 可以变掉 就是如果完全好呢 可能不会完全好 就是可能会到90% 已经很好了 好的好的 那师傅 他一直在我们家的房子里 好像很惊恐 很容易受到惊恐 惊恐就是两个鬼啊 那房子里 我的房子里是不是还有妖精 有时候惊恐的时候 他是他本人 两个鬼从他身体上出来 在那里演示 表演给他看 吓他 所以他就很惊恐 这个时候是他本人 不是房子里另外的鬼 就是这两个人出来了 那我房子的妖精者 不要再烧了 是吧 我也烧过 不要再惹事了 不要再讲了 再讲越烧越多了 明白了吗 好吗 好的 小房子因为是 那个佛教的经典组合了 大悲咒心经 都是经典了 往生咒了 欺佛灭罪真言 都是菩萨的经文了 也不是台长造出来的 全部都是经文上 都找得到的 明白了吗 好好念经了 一切都看你们自己了 好好地救度你的孩子 你们两个同时也会被救度 你先生要许愿 不能再吃活的东西 好不好啊 我会的 我今天就发愿 再也不吃活的时候 有时候是一个孩子 让我们觉悟的 有时候是一个 额外的一个人间的 一个痛苦 让我们彻底觉悟的 所以很多法师也是的 看破红尘 所以他们才出家 所以一个人要懂得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彻底觉悟 就从自己的觉悟开始 要有感觉啊 我很苦了 你才会开悟啊 一个人在社会上 你连感觉都没有 觉得还很开心 你永远不会开悟的 所以觉悟觉悟 先有觉才能开悟啊 师父 师父 这七百八十张小房子 念好之后 就是我们宝宝 就是基本上 可以恢复正常 我后面还要再帮他 这就是没有学佛的人 听得懂吗 实际上念经 要一辈子念下去的 不是说今天七百八十张 就念好了 就没事了 因为就算好了 还会再发 有很多人生了癌症了 好了 以为没事了 最后又复发了 要不能懈怠啊 一辈子要修啊 会 会的 我一定会一辈子好好修 谢谢师父 谢谢 感恩师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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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